今天你四五六了吗? 山之大哥迎难而上,知三当三, 娱乐圈人才辈出,长江后浪推前浪, 一个更比一个强, 前有黑白剑花钱较有, 紧接着火箭少女孟美琪也不甘落后, 被爆出插足别人感情当小三, 浪花见语迷人眼, 孟美琪短短三年时间就迷失了自己, 当小三上瘾, 屡教不改还不止一次, 就算被实锤了,仍然坚持要洗白, 黑料一大堆让人大跌眼镜, 阵列了小编的三观, 这次他真的要翻车了, 接下来跟小编一起去看看孟美琪的那些事。 哈喽宝宝们,咱们又见面了, 娱乐圈又有明星塌房了, 我们坐在搞个瓜田上, 吹着薄薄的瓜, 男明星塌得差不多了, 终于轮到了女明星, 微博上一位叫大花妞的博主, 发表了一篇文章, 自曝自己是音乐制作人陈令涛的前女友, 称孟美琪插足她们斗感情, 直三当三, 该网友表示, 自己在7月27号, 发现了男友的暧昧聊天记录, 那时他第一次出轨, 到了8月份, 该网友又忍不住看了他的手机, 并发现陈令涛和孟美琪约着要去住酒店, 这男的还在临出门前, 抱着他, 说要给他一个家, 说完转身和别的女生开房, 这嘴脸不忍指示啊, 女生总是对男人心存幻想, 想着他会回头, 用自己对他的爱来自我感动,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, 两个月后, 又发现陈令涛带着孟美琪一起过生日, 一起出去旅行, 出轨时吹了, 陈令涛被发现后, 又幻言巧语让他不要将事情闹荡, 也称自己已经和孟美琪分手了, 想要求得原谅, 但实际并没有分手, 两人还在上海的一个酒店秘密约会, 而且孟美琪也明知他俩的恋爱关系, 竟然也不介意, 还依然和陈令涛在一起, 简直震惊人的三观啊, 该网友还直接爆出, 他俩的暧昧聊天记录, 闻占物的味道, 就像我陪着你一样, 想抱抱你等等, 看着温暖的话语, 从这么两个人嘴里说出来, 真是够恶心的, 男人还真不愧是音乐人, 还玩起了音乐梗, 孟美琪说, 往奇奇怪怪的方向去想, 就会四五六了, 还真是树叶有专攻啊,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, 小编提示一下, 既然是音乐人, 就要往乐谱上响了, 大家聪明的小脑袋瓜, 一定能猜出来, 事件的男主角陈令涛, 大概无力辩解, 开启了新的洗白方式, 直接承认自己出轨了, 还留下一封遗书, 暗示自己要自杀, 这骨肉计都使出来了啊, 当然, 写遗书的同时, 也不忘记给手机充电, 看来对这个世界, 还是有所留念的啊, 也不忘把自己的财产, 都留给爸妈和妹妹, 大孝子的人设都立出来了, 这真的太毁人三观了, 小编只想说一句, 你算什么男人, 这一封遗书, 直接断了孟美琪的后路, 而孟美琪的攻关能力, 也是很强, 已经被拾吹了, 还在说自己是受害者, 甩锅都甩得清新脱俗, 山枝大哥也是独一份了, 小编不禁想问, 究竟陈令涛有什么魔力, 能调到两位美女呢, 是颜值吗, 不应该吧, 她这颜值也是够呛, 发地线属实也是惊人, 当然了, 除了怂和长得不太行之外, 陈令涛才华还是有一些的, 孟美琪大概也是被这一点吸引住了吧, 孟美琪有四首歌, 陈令涛都有参与创作, 大概是在合作期间, 每天都在一起, 慢慢地产生了感情吧, 那为什么孟美琪需要陈令涛, 流量面前作品是塑造品牌生命力的终极方式, 所以孟美琪需要这个帮她实现梦想的工具, 陈令涛据说是火箭少女101创造营和中国新说唱的音乐总监, 1993年出生的她年龄不大, 但还是朋友才气的, 孟美琪称陈令涛是老天赐给她的礼物, 是她积得得来的福报, 这一点都不卑微, 因为她需要这样的人, 帮她的梦想买一部分担, 即便很有才华, 陈令涛的事业和孟美琪相比, 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, 孟美琪201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创造101出道, 唱跳巨佳, 三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曝光度和粉丝量, 受公司力捧, 参加的各大综艺不计气数, 资源不要太好, 张子怡成为了她的好朋友, 但个人私生活却是一团糟, 孟美琪从出道以来就备手争议, 虽然男欢女爱很正常, 但出轨就是违背伦理道德了, 况且还都是公众人物, 这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恶劣影响, 特别是孟美琪, 她的粉丝群体基本都是年轻人, 丑闻曝光后还上了美国的经文, 她的这番举动已经伤了无数粉丝的心, 总和以上信息来分析, 目前我们还无法判定哪一方说的是实情, 月华娱乐和孟美琪本人都予以否认, 均称对陈令涛是否真正是单身全然不知, 这样一来, 好像所有就此所产生的后果都要由陈令涛一人来承担了, 而网友们却并不这么认为, 他们觉得孟美琪在与陈令涛交往过程中, 是很可能知道其感情状况的, 在明知他人有女友的情况下, 还硬要充当第三者的角色, 明显是不道德的行为, 有人甚至去此将孟美琪过往的黑料再次翻出来, 称她的人品本来就存在着问题, 今年能翻车, 也就尽快补怪了, 网友翻出孟美琪黑历史, 说她曾经很不光彩, 孟美琪插足他人恋情不是第一次了, 根据李洋录的爆料, 孟美琪曾经插足自己和当时的男友陈泽西的恋情, 陈泽西是X9少年团的成员之一, 人不红但是黑料满天飞, 还在参加燃烧八少年就违反规定, 私自凌晨外出, 结果两类其他少年全体受罚, 出道后在组合上升起, 又被爆出大量黑料, 上半年的时候, 明星基因疫情卸菜时, 杉芝哥火速浇灌混泥土, 为自己的才女人设打地基, 孟美琪曾发布了一张具有公器俊风格的画作, 配上一段英文之后, 逼格麻满, 粉丝误以为孟美琪这是孟美琪的话, 就疯狂夸姐姐真棒, 画得太好了, 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, 就被原画主人公开质问, 甚至直接AT了本人, 场面一度好不难看, 面对这样的质疑舆论, 自动分两组, 一边网友们力挺原创谴责山之歌抄袭, 另一边家人们则疯狂替爱豆辩解, 甚至不惜讲真话的网友, 致力于保住山之歌的认真, 勤奋和踏实的才女人设, 因为家人们的动静太大, 再加上孟美琪的影响力很高, 这场抄袭之争很快变成了, 孟美琪一家对阵全网原创作者的局面, 迫于邀利他亲自发小作文, 向原作者致歉, 表示自己是太喜欢这两幅画的风格了, 才拿来二次加工的, 造成误会不是有意为之, 而是因为消息闭塞, 还让原作者点评一下, 一段话下来滴水不漏, 但是在发布初期的时候, 可没有写上原作者的名字, 要不是正主厨来说话, 这不就是孟美琪作画, 不过家人们能两耳不闻床外式的支持孟美琪, 不代表外界看不到真相, 至此, 孟美琪的路人员大幅度下降, 翻车之路也出现端倪, 在孟美琪参加选秀时期, 就有网友爆料, 孟美琪学生时代是一个小开妹, 16岁时, 画着大浓妆, 熟练的点烟, 抽烟的不雅照片被曝光, 身为一个偶像, 这样的形象, 完全不能给年轻人带来正向的影响, 除此之外, 最令人惊讶的是, 当时还是未成年的孟美琪, 拍摄了一组写真, 这组照片尺度很大, 尤其是孟美琪拿牛奶泼在自己脸上的照片, 让人指呼勿认直视, 照片中, 孟美琪眼神迷离, 穿着性感, 布料少得遮不住关键部位, 不得不打上马赛克才行, 要知道此时的孟美琪尚且未满18岁, 这擦边球打得可真溜, 在孟美琪感情丑闻发生之后, 立刻引发舆论风暴, 网友纷纷在线表态, 认为这类诗的艺人应该早点聊聊, 这种娱乐反应迅速影响到孟美琪背后的各类资源, 据网友统计, 孟美琪今年共有14个代言, 如今已经有几个品牌做出反应, 估计随着事态扩大, 其他的商务资源应该也会有所行动, 除此以外, 孟美琪还有一部奥运题材的电影《我心飞扬》尚未供应, 才在影片中担当女一号, 由许臣监制, 王凤凤指导, 还有夏宇、萨尔娜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加盟, 可谓是群星云集, 该片属于充满正能量的冬奥会题材, 讲述了速华项目金牌领突破的故事, 孟美琪在片中, 饰演的角色原型正是奥运冠军杨阳, 但由于孟美琪的塌房事件, 这部影片也受到众多网友的抵制, 大家的言辞都很激烈, 认为孟美琪的丑闻侮辱了冠军的形象, 直言他不配扮演洋洋, 如今影片受到影响, 到时上映势必又会引发一波讨论, 不得不说, 娱乐圈还真是擅长两副面孔, 前有台前仙气飘飘, 背后买还够完, 仅有人潜力着大哥的人设, 背后给渣男当填购, 真是精彩, 孟美琪这回还能像当初一样起白, 再次平安无事吗?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? 好了,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,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, 咱们下期再见哦!